孙子兵法三十六级现代商业实战运用 第十级 无中生有 用假象来迷惑竞争对手 虚虚实实 虚中有实 如果是完完全全的无中生有 则不可能保持很长的时间 会让人在较短的时间内揭穿骗局 使自己一败涂地 有一个美国人在伦敦开了一家珠宝店 他曾无中生有地制造戴安娜王妃的假广告 获取暴力 却令英国王室无可奈何 1985年 容貌出众 一态动人的戴安娜王妃与查尔斯王子成婚 轰动了全世界 倾倒了数不清的英国人 有家珠宝店的老板 灵机一动 找到一位酷似戴安娜王妃的模特 经过煞费苦心的模仿训练 拍了一组戴安娜王妃光临该珠宝店选购贵重首饰的广告 不过在老板的关照下 广告自始至终没有一句解说词 只有隆重热烈的场面和珠宝店的地址 电视台播出这段广告后 震动了世界 崇拜戴安娜王妃的人 爱无极无 络绎不绝地跑到该珠宝店 疯狂抢购戴安娜选购过的各种首饰 珠宝店一下变得门庭弱势 几天的营业额 甚至超过了开业多年的总和 英国王室知道后 声明戴安娜王妃没去过那家珠宝店 则问到老板头上 老板反驳说道 我也没说 广告中的模特 就是戴安娜王妃 观众想当然的 把模特 当成了戴安娜王妃 使珠宝店名声大造大发奇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 订阅